大家好,我是苹果爸 今天的苹果爸爱分享 来跟各位分享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技巧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那没有关系 这边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加小铃铛 可以收到我一些即时的爱分享 不管是AutoCAD 还是一些生活中的小技巧 比如说像这个技巧呢 有时候我看到杂志 或看到笔记本 上面有一些文字的支援 我想要把它保留下来 可能我打字没有那么快 这时候我就可以透过 Google的翻译软体 请他帮我截取文字之后 我再把它复制下来 非常方便 第一个呢 先启动翻译的软体 然后选择相机 再预设是用即时翻译的 OK,即时翻译 然后我跟他说 请你帮我转为扫描 然后中间会有个圆形的图形 就类似我们拍照功能 当然你要先对焦 再来做拍照 拍照 它就开始扫描 扫描完毕之后呢 请你把你要的文字清楚 把它mark 起来 就要把它 让它增测这个范围 增测完毕之后呢 上方就会有个箭头 对不对 你点它 它就会即时做翻译 当然我的增测语言 我是用增测语言 再来搭配中文繁体 所以下方就有个文字了 这个时候我可以使用这个复制按钮 物质好之后呢 好我们回到桌面 看你是要开记事本呢 你自己的记事本 然后我产生一个新的 这边呢长按 然后选择贴上 就有文字了 打勾 大家可能在判断上 如果有出路的话 你可以再做个单一的修改 打勾 完成 或者是你要把它贴到你的记事本 你可能有个light 对不对 这边长按 一样贴上 之后呢文字就可以发送出去了 看你要发送哪个群组 或是自己 一个记事本自己做保留 好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再试一次 回到桌面 一样翻译 然后呢 选择相机 再来呢 选择扫描 好选择它 换这个区块好了 这个区块多点文字 然后一样 先对焦 再来做拍照 拍照扫描之后呢 一样把它选起来 选到你要的文字 都好之后呢 一样按箭头 然后呢 这边就直接抠好了 有文字之后呢 再做编辑 先截取大部分的物件 然后呢 这边一样记事本 加 长按贴上 打勾 或者呢 到我们的 light 这边对不对 长按 然后贴上 发送 就可以把这个讯息 发送给你要发送的朋友 或是你今天把它备份保留 以上是我 这边 截取文字 中文文字的方法 或许你有更好的方法 或你有别的方法 我们欢迎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做讨论 大家一起交流 OK 然后一样一起分享一些 生活的小技巧 好 我是苹果爸 那我们下回 苹果爸爱分享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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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